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來也是個悠閒系愛好者 那我們馬上出發前往他的島嶼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他也準備了兩個禮物 那我今天也有帶禮物過來 是阿一的海報 來看一下他送了什麼 喔 處女座的鼠琴 摩羯座的擺飾 哇 送了兩個星座傢俱 哇 一過來就看到大衛象的屁股 他這個地板還蠻特別的 他是斜的 那他島嶼就是藍藍熊 他喜歡的藍藍熊 這邊看起來像是一個咖啡店 圓藍咖啡 他後面就有佈置一些植物 然後呢 看左邊這邊還有種東西喔 菊花抱枕 火荷花 還有西瓜 我自己還蠻喜歡在島上種田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樣的設計 這邊往下走 哇 他這個沙灘上面有一堆藍藍熊的 那是坐墊嗎 還是抱枕 藍藍熊的家具 哇 他沙灘上面也有藍藍熊的圖案 還有分圖顏色版跟沒有圖顏色版的 左邊的躺椅上面也是有藍藍熊的枕頭 哇 他沙灘上面都有一個一個去鋪東西耶 欸 企鵝打 可愛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地圖 彭花 玩具熊 他也有瑞琪耶 然後史培亞 他也有茶茶丸 我看到碧昂卡 欸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兩個在幹嘛 不小心就看到他們在偷輕輕的畫面 這是碧昂卡跟史培亞的家跟私人花園 喔 難怪他們兩個才會 呃 這麼放肆喔 直接在這個地方 嗯 好 欸 他沙灘真的每一格都有去鋪東西耶 欸 太史培亞 我們來 走路上去鋪 到了別座島他就不認得我了 這邊看起來像是一個公車站 他這個牌子上面也是畫那個藍藍熊 因為我這邊這樣子視野拍過去很漂亮 後面還有燈塔跟那個新月椅 就模仿藍藍熊的山手線 喔 應該是日本才有的東西喔 這真的要很喜歡的人才會知道 要不然像我就完全不知道 藍藍熊的山手線是什麼 喔 下面這裡 哇 這是冰宮嗎 哇 它地板還有配合那個 冰的家具喔 這是企鵝達的家 欸 對企鵝達超好的耶 它旁邊還做了很多那個 像這個籃球場啊 然後跑步機啊 一些運動用品喔 然後這邊桌上還有放冰棒跟吐司 欸 對企鵝達超好的 它家就跟其他人好像特別的不一樣 養勺的家 喔 我看到右上有茶茶丸跟瑞琪 哇 這裡也都是藍藍熊的 主題風格 這是在賣什麼 藍藍熊的本本嗎 藍藍熊有出本本嗎 還是它只是單純的筆記本 哇 這裡也都是藍藍熊的 主題風格 這是在賣什麼 藍藍熊的本本嗎 藍藍熊有出本本嗎 它連那個茶几的桌子也都是用藍藍熊的 島主的我的設計可能全部都是藍藍熊的圖案吧 可以上去 這個角度看過來就很好看 座上面的風景很好 這裡的確是視野不錯 還可以看到瀑布啊 連這裡也是藍藍熊 桌子上有瑞琪的照片 然後連那個曬衣繩上面也是藍藍熊的衣服 這邊織布也在織藍藍熊 它這愛心地板滿特別的 視覺上看上去就是 是個凹陷的狀態喔 感覺下雨天還會有積水這樣 打卡位 這是什麼 七海人與他們的財寶 大概是這樣的故事設定嗎 我覺得蘑菇 那是燈對不對 蘑菇燈 很好看 很適合放在這種野外 11月就可以拿到這些蘑菇家具了 大家再等一下吧 這邊看起來又是另外一個打卡景點 丑小鴨跟天鵝齒 欸我按到濾鏡了 你們看那個 那是鵝還是鴨子 他們下面有那個 一灘水喔 這邊是他家 旁邊還有一副藍藍熊的畫 好我們進去看一下 看裡面有多藍藍熊 好進來果然就看到有熊娃娃 哇 他用這個獎杯櫃 來做一個隔間喔 真的是蠻特別的 這邊就有一個客廳的感覺 那他呢 那他呢 在這邊有個工作台 哇 他工作台很好看耶 這樣搭配 我還蠻喜歡他這個 房間 擺設的格局喔 喔 他有一面的那個 獎杯櫃是反面的 這也是蠻特別的 喔 因為他另外一邊 是要放那個 電視對不對 喔 所以這樣子 的確視覺上會比較好 好這邊呢 應該是他的房間吧 你們看他備單 也是LV的 嗚 很高級 然後這邊有電腦 他牆上掛著 哇 都是粉紅色系的衣服喔 啊 應該說整個房間都很粉紅色 連冷氣也都是粉紅色的 其他呢 就搭配一些人魚的家具 色系上看起來就很統一喔 哇這間是怎樣 看起來就是 呃 夢幻花園的那種感覺 雕像然後 啊 他送給我的那個 摩羯座的 裝飾 然後用這個 雲上的 呃 雲上風景的地板 搭配這個 這個叫什麼 下雨天的 繡球花 這風景超好看的 右邊這個是 澡堂 看起來很冷的澡堂喔 那左邊 為什麼還有放一個 婚紗 馬桶也在這裡 洗衣也在這裡 就是看起來洗澡會很冷的 一間浴室喔 你看他都在發抖了 二樓這裡看起來是書房是不是 他那邊那個也是獎杯櫃嗎 他空間的安排很特別 欸 欸 他另外那邊放一排的 喔 那是雙魚座的燈 所以看起來就有很多魚 再配上這個 海底風景 這樣看起來就是很像 被那個大魚缸給包圍的辦公室喔 有錢人才做得起的辦公室 這裡有茶茶丸的相片 下面 哇 這地方我怎麼覺得好像來過 呃 台北是不是有一間藍藍熊的主題 那是餐廳嗎 還是咖啡廳 我有去過欸 我有被朋友帶去過 長得就很像這一間房間喔 我的印象中 他說這間房間是他最喜歡的 我要跟他講 我要叫他有空來台北的那一間店 觀光推銷成功 這邊是他的北海岸 他這裡呢 也擺了一個這個算是什麼 果汁店嗎 海邊小石區的概念 原來如此 我這邊就看到賣果汁還有棉花糖 這裡還可以吃冰喔 好 那從這個地方往左邊走 欸 在這裡好特別 好特別喔 欸 我好喜歡喔 欸 因為一般我們在北邊 就是不會做這樣 對 海濱長廊 呃 該怎麼說 我們一般 好像都不會在北邊 然後 就是做一個 像這樣一個柵欄 然後可以看海的地方喔 而且他是在一樓 就是離海很近喔 不是坐在二樓或者是三樓 所以我很喜歡他這裡的設計 好漂亮喔 我再繞一下給大家看喔 我再繞一下給大家看喔 這邊還有自由女神像 然後 對 他石頭上面就放了一些藝術品 那這邊是剛才那個長廊過不來的地方 放怪獸在那裡讓我們可以發射大砲去打他 這裡的設計也很特別 哇 這裡放了很多金銀財寶 打怪獸 拍張照留念一下 好 跟著往上走 哇 上面又一堆金銀財寶 金色的招財貓我金條啊 這裡還放戒指喔 看起來就是一個寶藏區 這邊 呃 這是怎樣 士兵 外國士兵 欸 這個不是都旅遊送的嗎 哇 要拿那麼多也是很辛苦耶 然後裡面有一些 呃 衣服顏色穿不一樣的被關在牢籠裡喔 這裡是牢房 哇 哈哈 它這個 欸 這是 呃 小人國的戰爭之類的嗎 喔 這裡又多了一個 呃 金字塔 所以這裡算是 呃 呃 旅遊的 家具展示區嗎 哈哈 可以這麼說嗎 因為這裡好多東西都是旅遊給的 然後又一堆金銀財寶 海盜旅遊也給那些金銀財寶的東西喔 哇 那再往左邊這裡呢 有一個墓園 它上面 呃 那兩個也是摩羯座的 它該不會本身是摩羯座的 所以倒上一堆摩羯座的那個 雕像 我在猜啦 現在才幾月它已經準備好要過聖誕節了 哈哈 哈哈 有人看在旁邊那些 聖誕節的裝飾喔 這邊拍過去風景真的是很漂亮 有那個大自然包圍的感覺 可以看到整個聖誕村 這邊應該晚上來看會比較明顯一點 要冬天晚上比較美 可以想像的到 好 它在島的中間有做一個階梯喔 這邊階梯就可以看到它北邊那邊 就是地勢比較低的風景 那這邊它有放一些畫 那畫的旁邊有咖啡廳看完畫可以喝一杯 講喝一杯好像是要喝酒一樣 好 過來這裡呢是和風區 所以我跟它都換上了和服 哈哈 那不管哪一區還是都可以看得到啦啦熊 欸 喔 它那個燈還有那個塔 那個什麼 五層塔嗎 擺放的位置非常的巧妙 那它這裡呢有擺放那個石桌石椅 那它這裡呢有擺放那個石桌石椅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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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度看過去就很好看 對面還有一堆七系竹放在那裡 然後配上瀑布的造景 然後配上那個五層塔 只是多了很多那個七系竹看起來 就和風的味道又更重了一點 哈哈 這樣也可以閉眼 好 那這邊呢它也有做一個瀑布的造景 它上面那個是… 欸 不是吧 這樣也閉眼 它上面有那個竹子的屏風 看上去可以拍照 有 我剛拍了兩張了 往上走呢 它這邊也有用一些… 喔 這裡是它很喜歡的一個景點 也是竹林 然後加上香菇 香菇的那個桌子跟椅子 這次沒閉眼了 好 它在竹子旁邊放一堆熊貓 我覺得熊貓的娃娃就是很適合放在這種地方 我自己島上的竹林呢也是放了很多隻熊貓 它這邊又有… 哇 這是房間嗎 藍藍熊的棉被 它還蠻多那種瀑布造景的 在它的這個和風區裡面 小瀑布 然後配上一些櫻花樹 這邊是它海岸的另外一側 是釣魚區 那它這邊的沙灘呢也是… 呃 都鋪滿了那些星星和藍藍熊的圖案 像平常挖得到蛤蜊嗎 可是我看它的那個… 呃 旅遊的家具已經收集的差不多了 就算旅遊再躺上來 應該也不用再幫它挖零件了吧 我想 那這裡有個圖書館 然後呢 這個坐墊也是LV的 呵呵呵 看起來就很貴 圖書館 哇 LV的桌燈喔 所以呢 再怎麼喜歡啦啦熊還是… 欸 怎麼又閉眼了 是甲兩層設計 欸 真的耶 它上面還有另外一層書櫃 我現在才發現 下面這個地板 玫瑰花的地板 這地板很厲害 搭這個蘑菇家具真的是超適合的 這好可愛喔 這個應該是那個媽媽系列的茶壺吧 藍色的貓欸 好可愛喔 這邊是它的露營地 它露營地是坐在海邊 剛好它島上有這麼一塊地 就是一塊沙灘可以這樣使用 這邊剛好出河口 然後有這個樓梯上來 很會利用自己島上那個原始的地形 這邊走下來就是我們剛剛一進來看到的那個大胃象屁股 那這樣剛好好像旁邊兩個大胃象長翅膀這樣 這個遠近法很厲害喔 好最後我來跟它很喜歡的島民捧花來聊個天 那今天的防島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那我們先把那個現場交會給攝影棚啦 大家覺得今天的影片怎麼樣啊 我個人真的很喜歡它島上北邊那條海濱走道 我們可以走在那邊望向對面的海 對我來說這是去別人的島上逛的時候 比較少會看的到的布置 那記得看一下最後一集就到這邊了 非常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這系列可以說是本頻道最受歡迎的單元了 之後的防島我就會用直播參觀夢境的方式來進行 之前已經去過的夢境島嶼 我也會用減精華的方式 重新整理給大家認識 希望之後大家也可以繼續支持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